嘿大家好我是M9 也可以叫一夢或一夢 今天我們要來講鏡華這個角色 接下來這個系列應該是會把魔攻的角色慢慢的補齊 終於要補到魔攻的角色了 那我們就馬上來講這個角色吧 首先先介紹一下它的技能 其實鏡華的技能非常的簡單 就是1技是單體魔傷 2技是增加自身魔攻 然後UB是單體魔傷 EX跟EX++都是加魔攻 那動作循環其實比較特別一點 它的動作循環其實就是普21 但是它會有一個地方是會有兩次普攻的 那關於這個兩次普攻我們等一下會再特別提到一點 關於這個兩次普攻的 好 那講一下這個角色吧 它基本上是法隊的核心角色之一啦 就是純粹的單體暴力輸出 不管是在PVP還是在這個聯盟戰 當你會需要單體的魔攻輸出的時候呢 你就會選擇這個角色啦 加上說它是常駐角 就是它一直在池裡面的 所以HARD關卡也可以農 那慢慢就可以把這個角色打出來 那它也是一個上場率很高的角色 像是物理隊有狗拳嗎有智嗎 這些這個物理輸出 那法隊呢就是有進化這個樣子 那2技呢加魔攻只有9秒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點 記得我剛剛提到 它有一個地方會連坐兩次的普攻嗎 那它連坐這兩次普攻的地方 它的這個魔攻的buff會斷掉 就是那個加自身魔攻的buff就會斷掉 所以說你手動刀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說 鏡華開UB的時候呢 是有buff的還是沒buff的 因為那個buff 魔攻加蠻多的 所以你那個UB打出來的傷害就會差蠻多的 所以說這是蠻重要的一點啦 就是2技的加魔攻只有9秒 而不是12秒 就很多小招的秒數都是12秒 然後大部分的UB的秒數都是18秒這樣子 大部分的 但是某些特別的 像深月的破防是只有8秒的 那鏡華的自身buff是只有9秒的 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在PVP的部分呢 部分情況它可以不被空花嘲諷 就是當鏡華站在5號位的時候 當鏡華站在第5個位子 並且對方的坦克是布丁加空花 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鏡華就不會被這個空花嘲諷 那當然你自己的坦克也要夠前面啦 你不能說 我記得小望好像就有的時候會沒有辦法 如果說你是放黑旗啊 或者是說更前面的像布丁之類的話呢 那鏡華呢就是可以無視這個空花的嘲諷啦 那關於這一點我之前在另外一部影片有講過 那我貼在資訊欄好嗎 OK 那再來它是這個 這個在後衛法師中硬度稍高 就像永黑就是比較軟一點點的 然後鏡華就是比較硬一點點的 那你如果說 嗯 這幾個月喔 聯盟戰都有出法刀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發現這一點 就是四星的鏡華其實比五星的永黑還要再硬一點的 沒錯 那這邊呢就來到一個點就是四五星的迷思嘛 因為永黑是更軟的 永黑五星比四星的鏡華還要更軟 所以基本上你的刀如果永黑站得住的話 鏡華就一定站得住不會倒 那這個時候你鏡華到底是要四星好還是五星好呢 那四五星其實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迷思啦 就是說 四星的話UB好像可以啊 有沒有機會可以多開一次 那五星的話就是說 每一下UB跟小招的 欸打出來的傷害都會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所以說 四五星他其實是各有好處的 當發生四星可以多開一次 而五星不行的時候 四星就會比較好 那當沒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呢 五星就會比較好 所以說鏡華四五星其實是 有的時候比較好 有的時候沒那麼好 他是一個看狀況的 要看BOSS的傷害量 或者是說你整體打起來的 實際發生的事情啦 所以說他四五星並沒有一個絕對說哪一個比較好 有的時候四星會比較痛 有的時候五星會比較痛 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留在四星 我自己是留在四星 一方面是說 部分的情況 假設五星比較強的話 四星也不會差太多 假設四星比較強的話 那五星其實也不會差太多 他就是不會差到非常多 就是會有差而已 然後 生五星要支援嘛 要女神石什麼的 所以說還是就留在四星這樣子 那就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 那鏡華的部分呢 差不多就到這邊啦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比較單純一點的 純魔攻輸出角啦 要注意的只有BUFF的9秒 然後還有PP的時候站位的問題 那站位的問題 我在另外一部影片有解釋過了 我貼在資訊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